哈囉 開趴囉 歡迎大家收看這集的麥哥吹阿 我是MAX 今天呢我們就教大家 簡單又吸睛的聖誕Party料理 怎麼大家都沒有反應 我要開趴了耶 我們就來做一個 聖誕榨全雞 首先準備一隻健康的雞 好的雞呢 它的肉質一定是有彈性的 千萬不要選擇放山土雞 因為它的肉質比較硬 比較咬不動 所以我們就選擇肉雞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它浸在2%左右的食鹽水中 這裡面只有鹽巴跟黑胡椒 我們浸個一小時 然後接著我們用剪刀就好了 用剪的方式 然後輕輕的把它拔開 這樣在炸的時候呢 攤開就會漂亮 然後醃漬的時候也會比較好入味 然後我們就浸個一個小時 接著呢 準備一個更大更深的鍋子 加入麵粉 太白粉 洋蔥 香蒜 一眼 適量的黑胡椒 白胡椒 然後雁旋紅椒粉 義大利綜合香料 然後五香粉 泡打粉 有泡打粉 這樣我們大概炸得更脆 把它拌勻 就是除了炸 其實其他想吃的都可以一起炸一炸 對 其他的也都可以一起 然後呢 放下來 前前後後 都讓它吸一下下 第一沾 再來 對 再沾第二次 有沒有發現我們沾第二次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 鱗片的附著就會比較完整一點點 所以它的粉大概要沾到第三次 好 大家看一下有沒有 它沾完第三次是不是粉都會比較附著在上面 沾完第三次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擺著再給它濕潤一下下 待會如果你希望它漂亮 我們炸的時候呢 就綁起來 剩下來的沾粉呢 我們就來做美式的炸馬鈴薯 我們都帶皮 然後切個V字形 把它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我們一樣的把馬鈴薯 泡到鹽水裡面 讓它表面有濕潤 因為馬鈴薯本身就是澱粉的 所以 微微的沾到就好了 我們剩下來的粉 也不會浪費喔 好 接著溫度 如果已經到了 大概160到180之間都可以 就是要這麼霸氣喔 炸到它表面有一點點的定型 總共炸的時間呢 大概要到18分鐘 我們大概每6分鐘翻一次麵 但是呢 接下來我們翻麵呢 一開始要把玉米放下來 為什麼要放玉米 因為我們裡面最難熟的位置是哪裡 是雞腿 所以我們稍微這樣子翻過來之後 對 我們先單炸雞腿的這個位置 這樣炸起來的胸肉也才不會太老 嘿 我們就稍稍的等一下下 然後 我們大概炸5分鐘後 我們再把玉米移走 好 來 我們第一根玉米已經熟了 接著我們把第二根玉米放下來 然後把雞腿的部分 再往上移一下下 炸雞翅的部分 然後最後再一起炸 好喔 就是這樣子一個脆皮的感覺出來 哇 來我們先放旁邊一下下 同樣的油溫 馬鈴薯放下來炸 因為今天是平安夜 這餐廳都很難 通常我們忙完回去也已經過了 平安夜我們就祝大家都很幸福 平平安安的 這道菜的馬鈴薯會非常好吃 因為它除了吸收原本的油 會讓馬鈴薯的味道 跟層次越來越高 我們把馬鈴薯炸好 然後再撒點椒鹽 大概就叫大家開派對囉 開派對囉 開派對囉 來 大家不要客氣 快點 我先幫 好溫分喔 那個酥酸汁 哇 好噁耶 那個香氣 擠擠擠擠擠擠擠 這隻給我 哇 好燙好燙好燙 然後我們吃這種美式炸的金層 就要大膽大膽的 這樣子 這好爽喔 用鍋的用鍋的 太大塊了吧 你這樣炸起來看 肌肉的表面就會還非常的多汁 因為我們有先泡過鹽水 所以它的肉汁就會很多 好燙喔 我最喜歡吃雞超好 所以一個簡單的派對料理 我們只要把全雞占好 就可以利用剩下的材料配一配 你就可以做出自己喜歡的聖誕派對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祝大家平安夜快樂 拜拜